美國國務院聲明說 川普政府將華為視為一個中共國家監控部門 已經照此採取行動 今天 我們政府規定了幾項措施 以保護美國國家安全、公民隱私 以及無際設施不受北京的惡意影響 國務院表示 支持商務部今天發布的聲明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 以防止華為通過替代芯片生產等手段 來規避美國法律 美國商務部的聲明還宣布 將另外38個華為分公司列入制裁名單 新唐人電視綜合報導